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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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顺服神 使以色列受制于巴比伦 是要引导以色列悔改的心意 依然继续行恶 选择仰仗另一个外邦的势力 与埃及结盟 因此他们的结局 是可预期的悲惨 岂能发望 岂能逃脱 十六节说 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 被去王与他所立的约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定要死在 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 当时耶路撒冷被攻陷 巴比伦王将西底加王 所有的儿子逐个杀死 所有犹大首领 也都死在西底加王的面前 然后巴比伦王将他双眼弄瞎 囚禁在狱中直到死去 犹大王国整个以色列 一片风烟火海 果破加王 是以色列人被去审的代价 但故事并不是这样便结束 神的怒气只是一戏之间 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神不喜爱审判 他喜爱连续 所以神给以色列人一个荣耀的盼望 加美的应许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香薄树梢拎去栽上 就是从井间的嫩枝中 折一嫩枝 栽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 他就生枝子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薄树 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得 以色列家的灭亡是我们的教训 不要背弃神走向世界 我们要紧紧跟随神 服侍神 你要守约便能存留 不要被约转去别的因 不要在自己稍有力量 便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最后只能换来灭亡 今日神将你带来 栽种在所在的地方 成为高大的香薄树 就是要我们成为 那个地方的公益树 圣命树 叫许多人因我们得福 得着生命的滋润 如果我们的生命 因着认识神 而成为卓越 有影响力 多结果子的生命 神就因我们得着荣耀 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 心意和命定 但愿这是我们一生 追求的目标 让人从我们身上 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把我们栽种在这地上 成为美好的葡萄树 使我们成为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的基督徒 愿我一生 能够成为卓越 有影响力 多结果子的生命 好让世人 从我的身上 看见你的荣耀 谢谢主 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